好我们看到在今天另外一个焦点 当然是这名死亡的角头 翁琪南他的女朋友下午主动出面 向媒体进行说明 他整个目击了枪击的经过 他说当时呢他跟这个赖荣正 约好在店里面见面 但是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进到店里面 就碰上了杀手 他亲眼看到男朋友被人以行刑的方式 开枪打死 饱受惊吓 至于在店里面坐着这四位关键警官 翁琪南的女朋友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完全不认识 39岁的翁琪南在自驾科技公司 遭到刑刑式的枪决疑点越来越多 翁琪南的女朋友下午主动出面说明 枪击案的发生经过 我们到的时候下车不到五分钟 就枪手就来了 对所以我们也是根本就不知道 而且我们过去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去找阿曹 所以我们不知道里面有警察在里面 他目睹自己的男朋友翁琪南被枪杀 整个人吓坏了 就是戴帽子 然后身高大概170左右 这样子 是戴帽子吗 没有 瘦的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歹徒三进三出 86秒当中 当时有远景在场 却没有人能够出手相救 那些朋友跟翁琪南并不熟 这个是这一点是真的 而且我从新闻上得知说 那些原子并没有配枪 对所以说他们也不知道说 对方枪手是是怎么样的情形 火力是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我不会怪他们 外界质疑翁琪南遭枪杀 为什么会有警官在场 难道和警方关系密切 翁琪南女友说只认识陈文雄 翁琪南是高雄人 民国80年涉及掳人勒鼠 持枪抢赌场等重大刑案 入肩服刑十多年 95年假释出狱之后 积极投入社会的慈善工作 翁琪南女友主动出面 说明枪击案的发生经过 强调他们也是被害人 不希望外界过多揣测 中文新闻中部综合报道